大家好,我是小猫,小猫夜话讲述最真实的情感故事。 我瞒着女朋友被富婆包养过,我给她当司机,拍照,洗睡衣,她给我钱,车,自己。 我跟王姐是在娱乐城酒吧认识的,那时候,大二的我在酒吧当气氛组。 她穿着巴黎世家,踩着华轮天奴,跨着LV,桌上摆着帝王套,脸上引线不屑地笑,一个人坐在C位最大的卡上。 而我,踩着莆田AJ,戴着不锈钢项链,手臂上贴着泡泡糖里的纹身贴,挤在舞池最边缘的角落。 那天她的表现极其反常,我以为她在等人,可是半小时过去了,卡座上还是只有她一个人。 而且,她也不开酒,就偶尔拿手机,拍个照。 我知道,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富婆,这是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富婆。 她拿手机连续拍了几张图,用手指在屏幕上放大,皱了皱眉头。 作为一个学摄影的本科生,我有义务帮助顾客拍出优质的照片。 我坐到她旁边,姐,这种灯光,我们设置成手动模式,光圈,快门,感光度。 我拿过她的手机,找角度拍了几张,她看了看照片,看了看我,你可以啊。 我回她,我学这个的。 她问,那你不在宿舍。 我笑了笑说,劳逸结合。 她让我坐下,一起喝,我自视酒量尚渴,就顺势往她身边挪了半个身位。 靠近了一些更能看清她的脸,鹅蛋脸,大波浪,不是标准的网红脸,但能看出双眼皮和鼻子是有科技含量的。 风鱼的身材,有岁月的韵味,又多了一丝优雅,袒露得恰到好处。 年纪应该在35左右,靠衣美维持,皮肤状态还算可以。 我还是高估了我的酒量,喝了几瓶啤酒后,她开了一瓶野格。 第二天,我是在她家客房醒过来的,我走到阳台,中央公园就在眼前,左边是万象城。 这是这座城市最贵的地块,毗邻中央公园和万象城,果然是个富婆。 昨晚喝段片了,我唯一记得的,就是,她让我叫她王姐,说以后要给我介绍拍片的活。 我这个人,酒品一般,喝完就喜欢吹牛,行为也相当放肆。 我曾经在喝醉酒后像是有老白放狠话,一年内,我的存款要超过你。 而老白家是某知名白酒的区域代理,挣钱速度堪比印钞机。 他刚上大学,他爹就给他打了30万练手做理财。 我还在喝醉酒之后,在寝室咬着自己的袜子乱窜,别人一扯下来,我就哭。 所以,昨天晚上我做出了什么事,我不敢想。 王姐从厨房里端出两碗粥,渐渐,醒了。 嗯,那个,王姐,您能换个称呼吗? 昨晚你自己介绍,你叫李健,那叫你小健。 呃,行吧。 王姐穿着冰丝睡衣坐在我对面,俯身喝粥时,一片春光。 我喝得浑身燥热,赶紧找话题降温。 姐,我昨晚喝醉了,没做什么过分的是吧? 过分倒没有,就是把我丝袜弄破了。 我把头埋进粥碗里,我这不是降温,我这是在玩火。 暴涅啊,这是以后的大客户,见面第一次救手撕巴黎世家。 对不起,没做别的更过分的吧? 王姐指了指自己锁骨的一块红色,还咬伤了我的锁骨。 我手里的汤匙被吓得掉到桌上,这是探机生物能干出的事吗? 动手也就算了,还动嘴。 我一个黄花大处男,难道就这么交代了? 我怎么跟我女朋友交代? 我怎么跟自己交代? 我怎么跟王姐交代? 一时间,我不知所措,这超出了我的认知范围。 姐,这要怎么处理? 王姐没接话,年纪轻轻,活倒是不错。 我紧张得脚趾头要抠穿地板。 王姐这时又对我说,要不我把你包了每月六千。 那一刻,我无比沉默,努力想理清这一切,却毫无头绪。 王姐扑吃一笑,你小子是不是想歪了? 王姐看我急得满头大汗,边喝粥边跟我解释。 昨晚,我什么也没干,也隔上头后,就断片了。 王姐扶我出酒吧时,丝袜被凳子刮破了。 到家的时候,我非说要自己走,没走两步就软了, 王姐上去扶我,我没牙克王姐锁骨上了。 有惊无险,我这一身清白算是保住了, 男孩子在外面,一定要保护好自己。 王姐拿出手机,给我转了六千,说, 以后,没客就来我这,我给你安排活。 我抗争了三秒,最后点了收款, 我太需要这笔钱了,毕竟那是在2015年我最穷的时候。 那时,我在读大二,新城区刚刚拆完,诞生了无数拆迁户。 室友老白就是其中之一,但老白不仅是拆迁户, 家里还是某知名白酒的区域代理, 这让他本就富裕的家庭顿时不堪重负。 所以,他一入学,家里人为了培养他的理财意识, 给他转了30万分买理财。 大学城周围都是自建房改的宾馆, 每到周末,炮火连天一房难求, 老白必定在里面快活。 我和女朋友李小初是例外, 我们周末,从不外出,最过分的行为, 也就是在学校山坡上缠绵一会儿。 不是因为我们纯,我们就是穷,穷到什么程度, 穷到两公里以内,扫一块钱的共享单车, 我都不舍得,连我自己都怀疑, 我配不配谈恋爱,不过虽然穷, 但我俩都很开心。 我给他在学校每一个角落都拍过照片, 他社交账号所有的照片,头像,都是我拍的。 他还常常安慰我,我们还在读书, 有没有钱,不是我们能决定的, 但是开不开心,是我们能决定的, 所以,我们在一起,一定要开心。 但是,在我跟他打完一通电话后, 我铁了心要搞钱了。 李小初学的是计算机, 对电脑配置要求比较高。 他用的是他割淘汰的一台老戴尔, 开个机能被全国60%的电脑打败, 随便打开一个word,就像得了哮喘似的, 散热器呼呼大喘气, 所以平时老师布置的作业, 我都陪他去学校机房完成。 那天我正跟他打电话, 他的一个作业临时要改, 他只好问是有借电脑操作一下, 买电脑的钱都出不起, 就别读这个专业了, 真不知道你们家怎么想的。 你不是有个男朋友吗, 让他给你买一个吧? 他那个男朋友啊,快别提了, 估计比他还穷, 食堂两个人吃一份饭, 我都看见是李小初刷的饭卡, 你说,这年头, 穷生这样还有脸谈恋爱, 醉了。 小初,不是我说你, 这种的,早点分了, 他轻松,你也轻松。 我默默把电话挂了, 从那天起, 我就下定决心。 一,实现食堂自由。 二,给女朋友买一台配置高的电脑。 两个月后, 有一个他们专业的全国大赛, 他说他想参加, 去学校机房完成。 我决定, 两个月之内, 给他买一台高配电脑, 我和老白挑了一天一夜, 最终订下一台华硕, 价格6888。 但是, 这个价格, 就算我不读书全职去外面打工, 两个月也攒不够。 老白大手一挥, 你先挣, 差多少, 我借给你。 我正要扣谢龙恩, 他立刻说, 按年利率5%来算。 这小子, 理财这套是给他玩明白了。 有了老白的兜底, 我就开始了自己的赚钱之路, 发传单, 端盘子, 气氛组, 啥都干。 一个半月下来, 攒了2800, 直到那一夜, 偶遇网解, 转账6000, 当场完成。 当我在图书馆里把新电脑放到李小春面前时, 他用看毒贩的眼神看着我, 你哪来的钱? 我开始胡言乱语, 我遇到了一个投资人, 他很欣赏我的拍照技术, 准备长期找我拍片, 给我转了6000。 李小春信了, 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点, 单纯, 知足。 他叮嘱我, 那你得好好给人干, 现在出去, 很多正事工都没有6000一个月。 我点头, 行, 你好好准备那个计算机大赛, 拿奖了咱们一起去厦门旅游。 嗯嗯, 不过你干活也别太累, 跟你在一起, 不用去厦门, 去中央公园就很开心。 很快, 王姐那边来活了。 说实话, 我从没见过这么离谱的雇主, 也从没见过这么离谱的工作内容。 整整一天, 我的工作就是, 陪吃陪喝陪玩, 见戏拍几张照。 他甚至要求, 不要避图, 他不入镜, 手入镜就行。 早上, 他带我去越市餐厅吃早茶, 虾饺, 肠粉, 骨汁排骨摆了一桌, 他让我拍了几张美食照, 就开吃了。 中午是海鲜自住, 下午是星级酒店下午茶, 晚上是文艺天台小酒吧。 要不是跟着王姐, 我都不知道原来还有这些地方。 酒吧喝完后, 王姐含情默默地看着我, 小剑, 你特别像一个人, 我年轻时喜欢过的一个人。 我问她, 她也啃过你的锁骨吗? 王姐回, 喝, 她打断过我的锁骨。 我原来不喝酒的, 她喜欢喝, 我就陪她喝, 她喝多了就打人。 心还挨挨着, 但是身体扛不住啊, 再不走就死了。 她点了一根烟, 侧面看着, 很像张曼玉, 一个忧郁的, 受过创伤的, 有气质的姐姐, 我承认, 我在某刻心动了。 但是, 我完成这份工作的目的是钱, 挣钱的目的是跟你朋友分享快乐。 尽管, 我此刻的挣钱方式略显不妥, 但我还是告诉自己, 她花钱, 购买的是我的拍照技术。 自欺欺人是很容易被戳穿的, 很快, 除了拍照, 她还让我做她的兼职司机。 她有一辆闲置的奥迪A3, 她把钥匙给了我, 叮嘱我, 没客就开车到她小区, 她有事安排我做。 就这样, 莫名其妙, 我成了学校疯传的富二代, 所有人都以为我之前是太过低调。 连室友老白都挖苦我, 藏得挺深啊, 之前委委诺诺, 现在开奥迪炸街了。 我跟老白解释, 最近接了个活, 需要用车, 老板把闲置的给我开了。 所有人都羡慕我开上奥迪, 只有李小初给我甩来了连问, 车哪来的, 平时寡蹭了怎么办, 你够钱修吗, 每月有钱你能挣够吗? 我回答, 投资人闲置的, 给我开, 方便我随时响应, 寡蹭了有保险, 不用自己加油。 李小初给我定下规矩, 除非出校门, 校内距离不允许开车, 否则她就不上我车。 有车以后, 我对王姐几乎是随叫随到, 有时候, 她喊我去她家, 什么事也不做, 就让我坐着陪她在阳台看云。 我闲得实在难受, 就帮她把洗衣机里的衣服晾开。 有时候, 她会让我, 带着她去一些她之前拍过照的地方再拍。 她说, 那是之前她爱过的那个男人给她拍的。 她再次站在那个地方, 有一个和她相似的人在给她拍照, 她会觉得她还在她身边。 这些, 都还算正常。 那天, 她让我召开车去她家, 并且把家里密码告诉了我。 我立刻觉得不对劲, 她在家, 为什么要把密码告诉我? 打开门的那一瞬间, 我明白了, 她躺在卧室的床上, 只穿了内裤, 她朝我招手, 示意我进去, 我站在门口, 犹豫了很久。 我不知道, 每个月的六千, 我提供的服务的边界究竟在哪里。 她说, 帮我拍一套私房照吧, 女人过了三十五, 老得会更快, 我想记录自己现在的身体。 我松了一口气, 终究是我自己想多了。 她很专业, 应该拍过不少艺术照, 每一个动作我说一次, 她就知道怎么摆。 化妆品可以掩盖脸上的细节, 但依旧抵挡不住时光在她的颈部和腹部留下痕迹。 我拍了一整个下午, 我努力保持距离, 不让房间内的气氛垫滞。 拍完最后一组, 我手机响了, 李小初邀请我视频电话。 我跟王姐说, 姐, 拍完了, 我上个洗手间。 我接通了李小初的视频, 她在球鞋店里举着手机, 我参加大赛拿奖了, 用奖金给你买双球鞋。 我说, 不用了, 你留着, 李小初回, 必须挑一双, 就那双白色的吧。 我话还没说完, 厕所门开了, 王姐居然进来了。 而我站的方向, 背靠门, 李小初能清楚地看到王姐从门外进来。 王姐刚刚拍完私房, 这种状态进来, 我跟李小初算是玩完了。 我立刻把视频转语音, 我要紧急开个会, 你买白色那双就行。 王姐也在门边, 女朋友, 我点了点头, 嗯, 还是年轻好啊, 你回去吧。 我立刻开车去商场找李小初。 这个傻姑娘, 奖金一共才600, 给我买了一双800的鞋。 我看着球鞋哭笑不得, 我用不上这么贵的鞋。 李小初说, 你现在算是半个职场人了, 一身行头不能太差。 我想想自己刚才的工作, 自己真的配不上这个女朋友。 我有预感, 这样下去, 绝对要出事。 这次拍私房, 下一次只问要做什么。 但是, 挣钱这事, 我又必须得做, 毕竟穷怕了。 只能折中了, 问一下王姐是做什么行业的, 我能不能跟着学一点, 帮她打下手。 当我在王姐面前问出这个问题时, 王姐第一次对我发火了, 你一个毛都没长齐的娃, 也配问我是做什么生意的。 我交代你做什么, 你就做什么, 少废话。 从那天起, 王姐再也没让我单独去过她家。 而我拍照片的对象, 也从王姐变成了一个年轻的黑长纸小模特。 流程和之前一样, 各种高端场合的照片, 各种景区的游玩照。 有时候我甚至会想, 我该不该拿工资, 毕竟, 陪一个年轻女模特吃喝玩乐之时, 怎么听都应该是我付钱。 这工作虽然轻松, 但绝对算得上高风险行业。 我自己也不知道, 什么时候会擦枪走火, 万一陷进去, 就麻烦了, 毕竟我很清楚, 我爱的还是李小初。 既然跟着王姐干这条路走不通, 那我就自己开辟一条路, 让王姐给点投资, 我自己干。 这样, 我也算是没有骗李小初。 王姐确实是我的投资人, 我跟王姐约在我们第一次见面的酒吧, 我先干了两杯, 姐, 我想跟您商量个事。 王姐问, 什么事? 我想弄个摄影工作室, 你能给我点投资吗? 你占20%。 你找我要投资, 你直接找你家里要不就得了? 我爸妈都在家里种地, 我家要能拿出钱来, 我也不至于来跟你要。 王姐举着酒杯的手在空中, 停了半分钟。 她喝了两杯酒, 点了根烟, 等一下, 你是说, 你爸妈在家种地。 对呀, 很辛苦, 所以我想分担一些, 如果我跟室友老白一样, 家里是拆迁户还自己做白酒生意, 那我也享受大学生活去了。 王姐问, 你要多少? 三万就够了。 行, 明天一起吃个饭, 你这个工作室就开蛋, 叫上你室友, 多个帮手总没错。 好, 谢谢姐。 第二天, 我叫上李小初和老白, 和王姐一起吃了个饭。 摄影工作室, 在我和李小初的名字中, 各取了一个字, 叫初见摄影工作室。 取艺人生若只如初见, 记录每一个值得回忆的瞬间。 工作室开张了, 老白送了个花篮, 就继续当他的花花公子去了。 李小初为了给工作室帮忙, 自学了修图。 我们推出的第一个业务, 就是最美证件照。 原先, 校内没有专门拍证件照的地方, 临时有需要, 都是去打印店, 随便拍一张, 那真是争闭眼由命, 美丑在天。 每一次取照片都像开盲盒, 有时候取出来, 都会怀疑自己拿到了限量款, 因为之前自己的照片从没这样的。 我们拍证件照, 收费28, 比打印店贵10块, 但是, 我们提供精修, 修完图后, 还会将电子板发到你的邮箱, 这多出的10块钱, 就显得格外划算。 单靠这项业务, 我们第一个月就挣了不少。 后续我们买了汉服, JK, 洛丽塔, 提供服装, 在校园内拍写真。 两个月后, 不仅校内的同学来拍, 校外的人都慕名而来。 我和李小初决定扩大规模, 摄影师现成的, 找班上同学, 要多少有多少, 修图团队交给李小初。 我发现, 自己创业比被包养来钱还多呀, 而且过程更爽。 王姐很快就靠分红回本了, 之后每个月, 都是纯丽。 我这边事业做得风生水起, 老白那边恋爱也谈得轰轰烈烈。 每天在宿舍跟我汇报进展, 今天说订下了彩礼, 明天说准备买房付个首付。 她一个纯纯富二代说这些, 就跟我说明天我要吃个肯德基全家桶一样, 也就没放在心上。 某天, 我在操场给女同学拍JK, 看到老白和一个女生牵着手走出校门。 那个女生黑色的长只发披在肩上, 身材高挑, 难怪老白居然动了结婚的念想。 可我总觉得, 那个女生有点眼熟, 潜意识里有个声音在提醒我, 这是好像有问题, 但手头有事, 我也就没深究。 把这一端拍完后, 也就把老白和他女朋友的事情忘了。 他这个家庭条件, 还轮不到我来担心, 我还是先把自己的首付钱撞够吧。 事实证明, 人的第六感确实很灵验。 那天我在工作室对账, 两个警察找到我, 你好, 请问是李健吗? 我点点头, 是的。 警察继续问, 麻烦你跟我们走一趟。 到了警局, 我懵了, 警局蹲满了人, 其中还有不少熟面孔, 老白, 王姐, 还有那个, 我觉得很熟悉, 却一直对不上号的老白女朋友, 她就是王姐让我拍过的那个黑长纸女模特。 王姐盯着我, 里面没有含情默默, 只有蔑视。 两个小时后, 我终于弄清楚了一切, 这个世界上, 没有富婆文学, 只有杀猪盘。 一切, 是那个我去酒吧做七分组的夜晚。 那天晚上, 坐杀猪盘的王姐和往常一样, 去酒吧挑选目标。 当然, 除了挑选目标, 还有一个是顺便拍摄一些素材。 可是, 那天酒吧灯光太乱, 拍出来的照片没有一张满意的。 这时候, 年少无知的我过去了, 我帮她调好参数, 并且拍了几张非常不错的照片。 接着, 我和她开始喝酒, 我一喝上头, 就习惯性吹牛, 特别是面对一个比自己强势太多的富婆, 我下意识地打肿脸冲胖子。 王姐自我介绍, 你叫我王姐就行。 我自我介绍, 我叫李健, 拆迁户, 家里做白酒生意。 在聊天过程中, 我把是有老白的身份安在了自己身上了。 我太害怕贫穷, 以至于用酒精和幻想来实现自己多冤枉。 我吹嘘, 家里的白酒代理生意就像印钞机, 每个月大几百万的进账。 我刚上大学, 家里就给我转了三十万, 便习理财。 我自己一直想开车来学校, 但是家教严格, 所以还是想通过自己的能力挣钱, 不能做一个肤浅的富二代。 王姐满意地笑了, 她今晚没白来, 逮住了一只嗷嗷待宰的猪。 当晚, 她把醉得不省人士的我带回住处, 在她眼里, 那就是一堆即将收入囊中的钞票。 王姐开始了她的计划。 首先是, 以要我帮她拍照为由, 每个月给我六千, 雇佣我。 她知道, 这个是鱼饵, 我果然上钩了。 她去高端场所, 拍的所有不露脸的照片, 其实都是某种意义上的鱼饵。 因为做杀猪盘有两种, 一种线下, 就像王姐和我, 一种线上, 有王姐手下其他人操作。 线上的杀猪盘, 需要养微信号, 这个微信号, 是按名人标准来打造的。 让你加上这个号之后, 以为是个真人, 聊出感情之后, 一步一步套你的钱。 所以, 王姐这六千花的值, 一方面把我吊住了, 一方面, 我也正在帮她打工。 再以有闲置车为由, 满足我想开车来学校的愿望。 王姐要做的第一步, 是让我跟她产生怜悯, 接着陷入她设置好的温柔陷阱。 所以, 她编造了一个凄苦痴情的人设, 爱过一个和我很像的男人, 哪里都好, 就是喝完酒之后会家暴她。 翻译一下, 不就是, 你和她很像, 而且喝完酒不加暴我, 所以你就是我最心仪的那款。 所谓的拍丝房, 也是惯用伎俩, 通过密闭空间的近距离接触, 打破心理防线。 我一直不上钩, 让王姐很恼火。 后面, 我甚至还傻乎乎去问王姐, 她是做什么行业的, 她不发火才怪。 不过, 我喝醉酒盗用老白身份的问题, 很快就暴露了。 那就是, 我去找王姐要投资, 在我说出我父母在家种田时, 王姐的心应该跌入海底了。 她在心疼她的前妻投入, 她在思考补救措施, 在短短几十秒里, 她决定大放血, 用三万换一个真的富二代老白。 于是, 她给了我三万投资, 让我带老白出来, 这次他们谨慎了很多。 王姐已很看好老白, 身边有个好姑娘, 要给她介绍为由, 加了老白微信。 之后, 介绍黑长直模特姑娘和老白认识了。 小模特确认了老白手机里的余额, 才开始进行下一步。 在王姐庞大的团队运作下, 老白越陷越深, 之前在我身上亏的钱, 他们都要在老白身上炸出来。 这中间有个小插曲, 王姐以为, 她给我投了三万分, 就这样打水漂了。 谁知道我真把这事给做成了, 每个月还给她分钱。 王姐团队对老白的杀猪盘 已经进行到最后一步, 老白都已经把基金卖掉, 准备转给小模特了。 这时候, 王姐手下的一个线上杀猪盘受害人报警了, 整个团伙被一波带走。 老白, 这才幸免于难。 而我和王姐因为有转账往来, 也被带到警局问话。 走出警局后, 我和老白约定, 这是谁也不说, 尤其是李小初。 我们回到工作室, 李小初一个人坐在电脑前修图, 他头也不抬就开始抱怨, 李健, 那么多预约的你不整理, 你看周四上午都有撞车的了, 还有让你把那些衣服拿去后面洗衣店你也没拿, 我们还需要三个签约的摄影师, 这周必须解决。 我弯下腰给李小初捶腿, 好的, 我立刻就去办。 我和老白走出工作室, 老白看着初见的招牌说, 你小子借着我的名头, 示意爱情双丰收, 把我弄得差点底裤都搭进去了, 你说这账怎么算? 我说, 请你喝顿酒, 压压惊。 老白回, 谁敢跟你喝酒? 那你说怎么办? 你这初见, 有没有想过扩大规模? 想是想, 这不是资金有限, 投资人又进去了吗? 你看, 我这个投资人怎么样? 我一拳打在老白胸口, 资本家这套是给你满明白了呀。 毕业后, 我和李小初去了一趟厦门, 在古浪雨上盖章, 在海边光脚踏浪。 我们都是第一次旅行, 但我们约定, 以后每年要来一次旅行。 后来我去见过一次王姐, 她说, 她跟我说的很多故事, 是真的, 包括那个, 她年轻时候遇到过一个很爱的人, 和我很像, 那是真的, 并且那个男人并不会喝酒, 所以更不会家暴她。 她是她的第一个猎物, 她杀的第一只猪, 那时候她刚入行, 真的爱上了。 但是, 带她入行的人说, 这是正常现象, 都要过这个坎。 她杀了她五十万, 有二十万是贷款。 她平静地说, 后来, 她跳楼了。 我问王姐, 你敢说你爱过她? 爱过, 但是, 我爱钱多过爱她。 我听完转身离开, 她没有想过, 用爱像魔鬼换取金钱的人, 不配她爱情。